朋友们好 今天菜归的好沙巴的 好不容易准了一点小白菜 做的还挺好 结果被小狠全霍霍的 已经不能吃了 挖了为远吧 最好的菜的 太可惜了 鸡妈能吃了 最好的小白菜是小黑的功了 再裹一点旧菜 咱这蒸鸡酸都发鸟了 旧菜洗好了 老妈提前发好的面 这点卷子馍 现在这菜都涨价了 只有头鸟和头骨没有涨价 大家是不是觉得 头鸟做不出好菜呢 今天咱就用头鸟做一道 炒鸡无敌下饭菜 来一层盐 抹一层油 卷起来 切成剂子 这种馍咱家这边就叫卷子馍 吃了跟花卷一样像 做法比花卷简单 再热一个大皱子吃 连着铝包袋下锅煮 凉水上锅整馍 上气候只要二十分钟 秋天气候干燥 多喝点蜂蜜水 对身体好 我每天喝的都是皂花蜜 好的蜂蜜一定是非常浓稠的 咱家都是粉盖成熟蜜 我们都在四十三以上 泡沫非常丰富 吃就不散 咱家早会蜜是在野生三的 树上采集而来的 就是好喝 咱蜂蜜活动还得继续 要八发三斤 早会蜜好羊怀蜜能混搭 品质完全不用担心 喜欢吃蜂蜜 朋友放心地去尝试 如果排回去 跟我选择的不一样 又假 或者是没有你在其他地方卖的好 那就推回来 因非国家承担 有人冒充杂 大家排的时候一定要孝心 一定要认识店铺名 农家的效用 点进去 只能选择 国庆活动也要把它发散 好了 烤底摊 这个油 红花干辣椿 炒香方豆芽 盐 不散香 生炒 烙炒 蚝油 韭菜 一片泡泡的款份 鸡蛋 翻炒均匀就好了 大肘子 加到5万类尺 看咋这卷子吗 咋好多的 我最年吃的就是柱子皮 蘸个醋 软糯咸香 吃了一点都不腻 哇 这一大一块 嗯 咱们包捲捲 捲捲这一块儿就开吧 能 这柱子 猪头还得过茧 挺香 你连吃柱子的朋友 可以尝一尝咱家的大柱子 无任何天价 味道鲜香 特别好吃 这道菜在我家 这是叫和菜 也是特别下饭 推荐朋友们试试做 今晚视频就到这儿 咱们下个视频见